一声淒厉的尖叫声 划破了国税局家属楼的寄精 就在几秒钟前 走进那套住宅的女青年 她滴滴撞撞地跑了出来 哭着大声呼救 继而又歇斯底里地 一把抱紧了准备进门的男同事 同时的 带在楼下的司机 听了这突如其来的叫喊声 立刻意识到 肯定是发生了重大灾难 她来不及许问楼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就掏出手机 迅速地拨打了报警电话 双清区国税分局家属楼 发生重大案件 湖南省少阳市固案局 双清分局刑警大队 叙述地对报警做出了反应 大队长武力军 亲自带队到国税局家属区 故事了 报警的司机惊慌失措地 把他们领到了那间套房里 直接呢 套房的主人是双清区国税分局 副局长刘姐放夫妻俩 他们趴在客厅的地上 已经死了好几天了 因为这血已经凝结成了飞色 娇彪这一辈子 都是处于沦落失败的境地 他十四岁时就完全脱离了家庭 凭着油嘴滑舌的本领 长期地带娱乐场所私混 讨 偷 盗 爬欠和借高利贷过日等 并且长期以来地 收到警方的击卜和叶总会老板 高利贷者的追打 可谁当行啊 这高利贷者遭住他追讨欠款 他表面上答应吧 背后里却找人用刀子逼着高利贷者 抢劫了对方 他懂没有 把放高利贷的又抢了一下 事发之后被判刑十年 待后来他被提前释放回家 出狱之后的 他一度想好好做人 利用在狱中学会的驾驶技术混合饭吃 可谁当行啊 占老友韩云的出现 则改写了他的从良梦 并且很快地使他冲倒覆辙 那时代两千年八月底的一天 韩云提着韭菜 找到了娇彪的临时住所 一见面便热情洋溢地叙述着离别之意 欲有吗 是吧 离别之意 接着带娇彪驾重便摆开了酒桌 互相地取杯对饮 比娇彪大几岁的韩云 动情地记一起在牢中的感人场面 说兄弟在狱中关照我 我不能忘了兄弟 现在一定要好好地帮助兄弟 有酒一起喝 有福嘛 在一起想 韩云的言外之意 交标理会道 但是他没有说破 他这心里啊 却抖得厉害 又过了几天 大约是九月 韩云又来找他说 有一个货车司机很讨厌 有钱不肯见 想找到帮手一起去吓吓他 并且压低声音说 最好找那的叫做柳根墙的老友 长得挺结实的 而震得住 交标听了没有夺嘴 并下按照韩云的指示 去找了那个柳根墙 接着 2000年九月十八日 邵东县货车司机王陈光 便死在新邵县的一个山沟里 被抢货款一万多元 而此案 正是韩云交标和柳根墙所为 这个货车司机与韩云 他是熟人 本也是仇人 韩云早就瞄准了他口袋里的钱 向谋财害命 只是怕交标胆怯 事先没有输出来 交标呢 本来是想抓住王陈光 这么脆对的 抢着钱就跑 他呀 没有想到要杀人 结果临阵之荒的神啊 自己也动手了 这家好了 他也被牵连了 因此 他十分地恼恨韩云 做完之后的 韩云拿着抢来的钱 吃喝嫖赌 交标与柳根墙 却这么上身 之后的 两人弄了脸钱 出去躲分 没几天 生活就陷入困境了 打电话向韩云要钱 韩云就说 要钱没有 要命有一条 和我可告诉你啊 不许在外的虚头 坏了事 绝了你们的主 哎呦卧槽 他交标 入狱多年了 近三十岁没有结婚呢 现在韩云不仅把他引上了死路 而且还发出绝根的危险 交标对韩云的态度 便由恼恨升级成为绝望的恐惧了 可是这事啊 还没有完 他一直他想坏处发展 二代啊 对于犯罪愤的来说 这事实在向坏处发展 那一个在交标躲风的地方 打工的老乡 被交调说 家乡发生的那起 绑架杀人案啊 已经有眉目了 警方怀疑上了 韩云 好过 交兵一听 这魂飞魄散呢 赶紧打电话给韩云 要他打快跑 可是韩云这认为 最危险的地方 最安全啊 偏要带少阳呆一等 哇 拖 交调这下是真的动了杀心了 哈想先下手围墙 免得韩云被警方抓住 供出他们来 他的这个想法 也得到了共同犯案的 有根墙的支持 两千年十月底 交流二人来到了绍阳 根据老友提供的消息 两人深夜的 就摸进了韩云的藏意处 可是能想啊 出乎意料的 韩云他不在 他们决定了 守住待兔 可这时至凌晨呢 一个消息传来 说韩云在某美发屋被捕了 交调清户 那吓了一跳啊 只得逃向外地 带广西桂林 江苏 无锡和浙江绍兴等地租房的 反正啊 是再也不敢回绍阳居住了 就这样 交调这只狡兔 带租住地装君子 毅然呢 就是一个跑外销的诱员 但是他几乎是定期的 与柳根墙溜回绍阳 偷盗 爬墙 杀人越货 做下了数十起答案 后来又进入了 2001年的年底 他的胃口 也是越来越大了 就连做生意 有点起色的 育友 也不放股 而且干的那是 越来越频繁 他的想法 就是多干点活 等劳动 获得大的收益 就有希望轻松几年 可遗憾的是 他已经开始怀疑 他的伙伴柳根墙 是否可靠 这余虑烧得 他的心里很难受 恨不得 马上甩掉他 但是柳根墙 之情太深了 和不能轻易甩的 脚标他当然很清楚 自己所做的事情的后果了 但是他也不会因为 后果而放弃 这么做 待后来归案后 待开托所里 交标对警方说 如果你们小时候 和我一样的话 就不会正常地 长大成人了 坑黄论当什么 吃国家饭的警察了 待我弃职 十二岁的时候 我就希望 全世界都毁灭掉 我每天所有的感觉 就是孤独 迷茫 受到虐待 和凌辱 我并不想看到 我这家庭破裂 父母失和 我其实是爱着 他们两个人 这也许 就是天生的小心吧 可是 我经常在晚上 目睹他们打架 争吵 他们争吵得特别凶 使我害怕得 噎噎哭泣 最后他们离婚了 我有两个姐妹 母亲对待我 就像是 她的第三个女儿似的 多次来告诉我 我一个烂到极简的父亲 我才想 以后 我也不会认她了吧 还有 比我年长的姐姐 经常打我 妹妹也经常说谎 或是 在母亲面前告我了状 是我受到了不少的处罚 而这些 都是我觉得 我自己受到了 不公平的待遇 2001年12月9日 柳根强通过在网吧的接触 调到了一个 纯情的女孩 正约带一家小办馆吃饭呢 这说的 交标打找了她的好事 你不是急需要用钱吗 都 我们回邵阳去 啊 那 那不是自投罗罗吗 柳根强有点胆怯 我得提醒你一件啊 你可刚把你那个朋友的 两口都给废了啊 公安现在查得紧呢 你都放心嘛 我们这儿不是一直待外地吗 没有做事的时间 交标拉着柳根强 便上了回邵阳的火车 一说 咱们到哪儿去烙生活费呀 待车上没有一好 到邵阳站的时候 柳根强要活出去了 他对交标说 一年前 咱俩不是在一个单位里 偷过一回东西吗 当时 偷了那个门口 挂着副局长排着办公室里 随便呢 就放着几条大中华 和一千多元的现金了 你说 这人的家里 还不得更有钱呢 交标没有回答 只是阴冷地笑了笑 随后的 柳根强又回忆起了 那个副局长的名字 可是交标的心里 不仅没有感谢柳根强的意思 反而恨恨地想 这个柳根强的记性太好了 骂不准的 我做了这些坏事 他全都兜在脑袋瓜子里了 那个时刻的 交标的罪恶之心 变得十分的阴险 狡猾 他决定 如果不能把柳根强 拴死在自己的裤带上 那么的 就让他死在 野地里 可是 这憨憨的柳根强 他没有注意到 交标扭曲变形了脸 他把眼睛望向窗外 从而见呢 邵阳的天突然地落下了黄豆般的雨 雨点敲在车窗上 仿佛是谁在用铁锤 敲击着人的剂量果 叮叮咚咚的 还有着回音 就 说 门 一打开 一股令人惊悍的气氛便冲了出来 邵阳市官局副局长康复云 他到过无数的杀人现场 有着平淡无情 有的让人毛骨悚然 有的是常规的作案套路 探过之后留下不少印象 有的现场手法专业 让人过目不忘 但是今天这个现场 让他感到有一种逼人的 谋杀气氛 可是了康复云 他小心地进入周星现场 盯着死人 要不是亲眼所见 他压根就不会孝心 揭告着这起杀人案的受害者 竟会是留解放 此人的当地算是个人物 小又铭气 因为就在一个月前的 他因为他涉嫌一桩 震惊中央的重大涉税案件 查无实据 从而 从双规的地方给放得出来 唐复云就这样望着死不明目的刘解放 自言自语地问 这祸是谁杀了的 这时的 面部透着机敏的刑警支队队长 曾旭阳 带着各方面的技术人员 被趴在地上的尸体 进行了仔细地研究 他们检查了死者的手和手指 特别注意看了指甲缝 我还试了试两只手腕的灵活程度 很显缘则用镊子捏下了几颗不明颗粒 小心放在一个物诊袋里 然后一把死者翻过神来 这时候的 他们惊讶地发现了 刘解放 嘴唇附近 零星地附着一圈 都类似于玻璃胶状的东西 曾虚央相信 这其中必有奇效 便命令刑警 查验这房间里边所有的东西 包括所有的抽屉 壁橱 床垫下 以及所有的垃圾桶 他们检查出了 凶手可能留下的任何东西 因为那上面 可能留下凶手的蛛丝马迹的 但是 他们没有发现任何外来物品 包括胶带纸 或者其他 类似的什么东西 什么都没有 就犯罪现场而言 除了客厅地台上的虚迹之外的 这个现场仿佛 就是个不毛之地 康复云得从客厅 退回到楼梯口 他直起身的 脑子里边 思索着可能发生的情况 他拉上防盗门 抬起丑 模拟着 敲与不敲的姿势 侦察员们见此 也都停下了手里的环 望着他 内心深处 对他在线犯罪现场的才能 十分的敬佩 康复云仔细地想来想说 可能是敲门 而入的 虽然是生人 但是对方挑明了有求与他 请求他帮忙 于是就放得起来 罕友 就是 没有反抗余地 或许 凶手有枪 他做了个掩饰动作 但十分小心 不碰任何东西 尤其注意不碰尸体 哈是被枪逼着往后面退的 然后被捆起来 接着又逼问钱财藏在哪里 他扬起眉头 以询问的目光 看响 曾旭阳 嗯对 有可能 曾旭阳回答说了 我也觉得 死者至少是没有反抗 自给杀了 他身看双手 比划着室内的场景 也就是 凶手可能活动的地方 我觉得 也有可能是他们熟悉的人 一个民警反驳道 而且呢 如果是说有人来求刘解放 不如说是有人要杀杀灭口 大家可别忘了 这个刘解放在前段时间 他不正涉嫌重担的涉税案件吗 这时 横剑技术人员报道说 从现场情况看 现场虽然是收拾得很干净 但是 抢劫的可能性最大 刘家值钱的东西 几乎的是被搜猎一空 回到刑警之类的 对刘解放最纯畅的 玻璃胶似的东西 进行了检验 汤福云借过检验单说 没错 释交代指 准备并案 这时 全体民警的脑海中 都浮现出1021案的惨状来 那是2001年10月22日上午9时 街道报警的侦察员 赶到中国联通 宝庆西路 华联专卖店 在三楼卧室的床下 发现了店主陈明志 以及其女友杨燕 被了用胶带纸捆住手脚 并且封住口鼻 窒息杀死 而同样用胶带纸作案的 还有2000年以来的 十几起抢劫案 同样的 都是用防640手枪和水果刀 逼住受害者 然后再捆绑杀人 到那起1021恶行案发生之后的 广大贪战民警 在群众的搭力配合之下 仅仅围绕在五个方面 讲台了全面排查 一 都是对案发当天的 与被害者陈明志和杨燕 接触来往的人员 进行定位和分析 二 对陈明志的育友 独友 进行摸底排队 而调查 待其案发前后的行动情况 三 是对死者的亲属 进行详细访问 了解案发前后 可疑的人和事 四 是对死者的社会交往 生意往来的人员 进行重点的调查访问 五 充分发挥治安骨干的力量 广批案件线索来源 又这样的 十几年底 专案组成员 妻而不舍 团结奋斗 两个斗月的舌尖 得走访群众几万人 数级调查材料 数千份 一条条的蛛丝马迹 也逐渐地呈现出来 往 一步步的张大 用一步步的缩小 至十月二十三日的 找到被害人 陈明志的老友 独友 屈某 全面地掌握了 陈明志的社会交往 情况之后的 星际支队 副制队长 唐本龙 先后五次的 诞人到 孙宁县 开展工作 足迹 遍布了 少东 东安 楼底 贵州 黎平 广西桂林 贵港 等地 除死者 陈明志的老友中 有三至五人 没有找到之外的 对陈明志和杨燕的 几乎所有的社会关系 都排查了一遍 先后又关押了 各类违法犯罪人员 三十二名 收教五名 这段时间 针碰工作 就像是汹涌的波涛 一浪浪高高的掀起 又一浪浪 被无情地平息 侦察员呢 就像是海边的弄潮 对高高掀起的浪潮 感到无比兴奋 但是这浪涛过后 侦察员又感到 十分的乏味 他们就这样冒着 秋霜冬寒 有时昼夜蹲点守候 有时每天是 洞奔西袍 几百公里 这其中的辛苦 那外人是难以体会的 令转组恼火的就是 淋漓的汗水 换来的 去是零 不过现在的 我们更有事做 汤福云说 一案未破 一案有发 我们应该把主要精力 放在寻找犯罪行人 以及凶器上 我就不相信 他们是从天上 飞怪作案 一层贴上飞走的 周围到处都有人 有人就可能 看得到什么 我们开始询问吧 可是啊 缤纷思路的现场 调查访问组 回到撰组汇报 情况还是一片空白 曾迅阳 身陷的眼弯 四周是黑了一圈 他和侦察员一样 是熬了不少夜 但是 这线索在哪啊 还不由地 与侦察员一阵沉默 各想各的事 他终于的 一个年轻的民警 打破了僵局 他问 曾志队 你认为 1021案 和1217案 它究竟有没有关系啊 我们不能预测的 至少现在 还为时过早吧 如果这样做的话 不给侦察带来框框 如果真的那样的话 我们就会被迫地 去找一些线索 来支持自己的猜测 反而 是忽略了 可能导致实际结论的线索 志队 我有一种直觉啊 我感到这两些案子 很可能是相关的 但是 刘解方的死 也许啊 是许多人求之不得的 这里面 又难以排除 仇杀 满胸杀人的可能 那民警 自告费用地说 曾旭阳听了 拍了拍 年轻民警的肩膀 又说了 直觉呢 也是以线索为基础的 直觉会随着 案情的进展 而增强 或者减弱 这就要看 你得到的线索了 啊 你得到了线索 是增强你的直觉呢 还是 薛若妮的直觉啊 他向后靠在椅子上 深深地叹了口气 不经意间地 又流露出一些 疲倦的神态 我希望 刘解方 在涉水案件中的 重大嫌疑 不至于会影响到 他被杀的这些案件 如果 要考虑找刘解方的 其他活动 哎 那闲人的名单 可就长了 上午十点左右 还不是发廊 开门的时间 疑心美容美发厅的 大门紧闭着 扯里边的小姐 还没有从弄中 倒过来呢 又截斗着敲门声 便传了进来 贵州女杨梅 扎好头发 就跑过来 打开了酒帘门 可知站在那门外的 并不是什么顾客 而是三名警察 杨梅明白 他们要干什么 这心情顿时 一落千丈 可是 为了掩饰 她内心的焦虑 他们洋装得 很轻松 我们说啊 那么 走吧 杨梅震静地坐着 食指交叉 紧握着双手 双腿就那样插开着 对面的刑警 唐本龙以为 对于至少表面上 看上去 与刑警办公室 格格不入的 一个人来说吧 她这镇定 是一呼寻常的 有一刻中的 唐本龙在翻阅着 原本的案卷 一直没有开口 如果说 她对这种 久久的沉默 以及唐本龙的密切观察 感到不自在的话 可是她却没有丝毫地 流露出来 也没有表现出 任何的恐惧和紧张 只是对眼前的 不是表现出 勉强的忍耐 唐本龙 她终于是抬起头来 一脸的歉意 示意其他的 两队民警做记录 她说 啊 对不起啊 杨梅 那我们就以最快的速度 来结束这场谈话 好不好 没错 杨烟是我最好的朋友 但是 她毕竟 与我不在一起的 她的事情 我也不是太了解 何况 她已经有了男朋友 那 她与男朋友的被害 恐怕 与她男朋友的关系更大吧 啊 当然 唐本龙 得心不带焉地回答着 依然呢 在琢磨着案卷里的一些情况 杨梅 我们呢 已不浪费时间了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啊 就是 你所知道的 与杨烟 或者 陈明志 有关系 而且 又对他们有意见的 带社会上走的人 有哪些啊 而事情不说得清楚了 你就可以离开这个地方 嗯 杨梅冲了唐本龙点点头 仿佛就是以这种方式 表明自己的态度是 嗯 以前陈明志 最喜欢在发廊里逗留的 有时 一待就是一整天吧 也就是那个时候 她认识了杨烟 和我们的许多姐妹 杨烟有什么仇人 我说不出来啊 因为 在我眼里 她可以说是 一个最能干 最实在的人了 她也从来不招着谁 陈明志也实在 得罪人的事 难得做 但是 你问起来吧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来 就是 杨烟他们出事的那几天 杨烟拿出一件 男士的皮衣 来向我们炫耀 说是真题的 一千八百多元 说是 陈明志的姐姐买的 送给陈明志的 当时 我们还问她 姐姐送了她什么东西 她在一副 神命不宣的样子 我想起当时吧 我们几个 转身出来的时候 其中一个叫 刘军的 她是陈明志的朋友 她说了一句什么 是个杂重 穿那样的好衣服 那神情 就像是诅咒似的 当时我心里 很不愉快 后来我听说啊 陈明志死祸的 皮液被拿走了 嗯 会不过是她呀 但是我没有任何证据的 我可不敢肯定 那这个刘金 有什么特征啊 嗯 愣头青的模样吧 也是从局的里出来的 好像也吸毒 是少东九龙岭人 但是落脚点 应该是在随拧 她大部分时间 是在外打流 难得归家 不过最近 我也从没有看到过 她在上阳露头了 这杨梅快言快语 虽然这啰嗦吧 但是讲得比较清楚 唐本龙感到 遗憾的是 这个杨梅 虽然在嫌疑榜上 但是却找不到 任何可资突破的证据 看来 能从中查到 其他嫌疑人就不错 唐本龙再次地 深挖了几个问题 可是杨梅不仅沉着 而且机密 丝毫没有让 唐本龙找出什么破绽 倒是浮现了 刘军这个嫌疑 综合而言 刘军的作案嫌疑有三点 一 是刘军曾经在云南 广东等地 用同类的手段 抢劫作案多起 而是 正在追捕了逃犯 二呢 是刘曾经想要 沉的那些好皮 此皮 正好是带案发 后备人带走 三 案发时的 刘军带绍阳出现过 握着几个名字 在隋宁的大街小巷里 串抖了不一会儿的 唐本龙和侦察员小李 还有老孟啊 就发现了 这隋宁之行 尾时是趟苦差啊 当时 为了查证刘军的嫌疑 传组做出了分工 一路赶赴绍东 一路赶赴隋宁 绍东组 是由二大队队长 唐高德带队 他们是直奔 少东东龙岭 刘军的家校 早晨七点钟出发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他们化妆成了电信工人 一路排查 直到落实了 刘的电话号码之后 提取了他的有关证物 下午五点多钟 才吃中午饭 虽然也是历经艰难吧 但最终是顺利地 摸清了有关情况 可是隋宁组 就没有这么轻松啊 刘军是个大众化的名字 但隋宁这个仅仅三十多万人口的偏僻小县城 就有二十几人 但十八到三十岁的这个年龄段 也有十七人 其中这个县城啊 含着郊区有十一个 他们先是从县公安局的户席档案里 把详细的情况全部的调出来 然后又发动隋宁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民警 一个管区一个管区了去摸牌 结果摸出了三个人 这三个人情况有些相似 又把这三个人的照片传回给市局 通过杨梅的指认 还确定了一个主要的嫌疑对象 接着 据这个刘军的邻居 以及与他有过接触的道上人反应 说刘军最近没有离开隋宁 有时候啊在家里 有时候到处打牌 啊跳舞 探录像 那可是逍遥 刘军的照片 复印的多张 发到了排出所民警手中 啊请他们协助调查 但是啊 这并不意味着市局区调查的人员可以休息啊 啊 主要工作还是要落在小李老孟的头上 隋宁县公安局的工作十分到位 那情况不断地汇报上来 线索已是不断地摸索了过来 小李和老孟呢 他把手机号码告诉了每一个参加这个工作的民警 随时保持了联系 他们俩啊走在街头 沿着线索反映的情况 再次地回头去搜索 随宁呢 是个高寒地带 冬天比城市来得早 来得很 街头上北风呼呼 这雪栗子啊 刷刷的下 这恶立了天气 跟外调的民警 好像是过不去时 这是录像厅网吧 歌舞厅的老板 服务生 牢骚满腹 他们没有透入身份 也无权干涉别人的脾气 这么冷的天 要生意没生意 还能有个好情绪吗 他们坚神不羡 拖着越来越沉的步子 从一个录像厅 再到另外一个歌舞厅 网吧 老板 你们见过这个人吗 我们呢 是他的亲戚 没有没有没有 没看到 不要看录像就来 不看就走 谁负责里面找人呢 吵死还差不多呢 弄个守门的中年妇女 一开口 哎呀 这满嘴的泡沫啊 霸气十足 那浓稠的多叶 差点就吐到了 他们的衣服上 小李 得保持着少有的好脾气 不好意思了 谢谢你了 如果你以后看到这个人 请你打这个电话 行了行了 老年的电话费 是用来喂狗的 也费沉了 办就这样的 每一次他们向录像厅 歌舞厅的工作人员 出示刘骏的照片 折到的结果 都是大同小异 他们要么跟刚才 那位一样 无理透顶 要么就是疲倦不堪 懒得嘎吏他们 给他们的回答 大多是摇摇头啊 或者是简短的一声 不知道 就这样 老孟和小李 转悠了一整天 毫无线索 两个人相互地 嘲笑了一番之后 安便再次地 走向了寻找的路途 他们又来到了 那家曾经对他们 没有好气的录像厅 这是寒开的门呢 守门着中年妇女 说公了 又破又脏的门口 静悄悄的 她俩便轻轻地 推开门进去了 绕过一条小巷 又看到一道小门 直接呢 这道小门上挂着 一连脏兮兮的粗布 大概就是 粗布麻袋 剪开做成的 不过这门里嘛 却传来嘻嘻哈哈的 吟笑之声 老孟悄悄地推了出来 小李则假装成 醉酒的样子 闯了进去 他四处晃荡地走动 好像是在寻找 一个合适的位置 而其实呢 他是把所有的看客 都看在眼里 目标基本上都锁定了 这录像厅里放的内容嘛 确实是不堪入目 一场明晦片 而观众都是些青少年 好嘛 发现行了 接着 他便从口袋里 悄悄地逃出手机来 笨了一个箭 一会儿的 治安民警 冲进录像厅的时候 好好吗 录像厅从老板到看客 都呆呆地 不知道怎么回事 乖乖地 跟着警察 去了县官局 不过这事儿 就巧了 众力寻他千百度的刘军 也因此顺利落网 当即吐沉 但是 刘军却一口咬定 没有杀人 并且有理有据地声称 这案发时 他正从少东九龙岭出发 去直到东安监狱去探有 探完有之后的 又在东安待了两天两夜 情况反映到专案指挥部 汤浮云指示 两组民警不用回少阳了 直接查完刘军的事儿再说 接着 两路人马又骑赴东安 唐本龙一路直赴东安监狱 查证探监事件 据记载 刘军的探监时间是23日 中间正好有一天作案时间 既然有作案时间 那就是有嫌疑 代审刘军 可是依然不肯承认 唐高德呢 则一路从少东出发 沿线访问刘军提供的 所搭乘的客车 经过艰苦 西纸的排查 终于是找到了刘军23日 前往东安所称的客车 刘军作案的嫌疑 终于的被排除了 可随后的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一天深夜的 另外一个专案组的民警 大黄 叫完败回家 信誓重重地走到大街上 案件的侦破暂时受阻 不禁领导忧虑 同时呢 作为一个专案的骨干 他也陷入了业务的困境 他反反复复地 对照那些现场收集来的线索 不仅毫无头绪吧 而且还使他精神恍惚 工作了自信心 也受到极大的冲击 可是就在这时的 一声压抑地叫喊声 让大黄回过神来 他扭过头往声音出望去 直接呢 一个女人从一条小巷子里 跑了出来 他身后在一个男人 在追他 哎呀 傻来了 呛劫了 在这个女人身后追待的人 则拽住他的头发 猛得这么一拽 便把他拽得停住了脚步 大黄剑策 这还了得啊 好好 光天花这只想 惹深意啊 大黄就勇猛地冲了过去 可是直接呢 一道金属寒光 向他闪了过来 大黄想都没有想 立刻了向那人一招 撤肘折腰 那人一闪 还大黄没有抓住 对方的手 还带着拳头 却落在了那人的背部 那人吃疼 失去了平衡 可是啊 那人为了摆脱大黄 放开了女人 便回一刀 向大黄的腰部捅来 出于条件反射吧 大黄用手这么一挡 呲啦一声 水果刀将他的小臂 从上往下 几乎到手腕处 划开了一道口子 划伤大黄的是一个 身强力壮的青年 大黄呢 在赤手空拳 没有武器的情况下 对付一把水果刀 并没有撑饭的 但是他别无选择 啊 他本能地运用了 在井校里学会的 一种防卫战术 他空手画出一拳 还这一拳呢 似乎要骑向对方的裆部 但是正在要击过去的时候 却猛地收了回来 然后往上这么一拐 又撞向了腰泪 可对方 他的反应还在当步 以为这大黄 要使用一招 往猴的投逃呢 他呀 要护逃 于是这刀子 就往下这么一戳 但是 大黄的身子 却已经转向了右边 那人的背部 正好空在大黄的双拳之下 大黄一招原奔 必将对方扑到带地 有这一击够猛 对方疼得要命 使得在几秒钟之内 没有反抗的能力 刀子也脱手而出了 好机位啊 这几秒钟非常珍惜 大黄也抓住石器 跨在对方的身上 逃出了手炕 他擦一声 麻溜了的 就套在了对方的双手之上 你 你放开我啊 你这蛮 放开我啊 那人在地上 拼命地挣扎着 一边在嘴里 还不干净地咒骂着 他是 没用了 抢劫者 名的叫李克球 外号老K 落入警方之手 他心里害他极了 但是 他质子也不想 让人看出 他其实有多害怕 错的 一进一审讯室里 他就提出 要见刑警的领导 他自我吹嘘地说 只有见到领导 他的事情 他会有所转机的 大黄 则连夜地找到了 专案组的中层干部 金科长 他可是 见到金科长的时候 他就往这个椅瓶上 一靠 装出了一副 茫然的样子 金科长呢 则严厉地 逐手逼人地 盯着他 然后叹息一声 合上审讯记录 我本以为 我们可以相互帮助的 如果你是这样的话 那我也没有办法 那就先让你到监狱里边 待上几年再说吧 说着 金科长把椅子 这么一推 一言不发地 便离开了房间 这门 也在他身后 重重地关上了 李克求 朝四处看了看 急着大叫一声 哈哈 我 我有状态的情况提过 我要他了解 好 金科长反身坐下 接着 便问出了一端 惊天动地的大事 这供词呢 首先记录了 路口供食 现场的民警 时间地点日期 介绍了李克求的 激烈情况 他承认 是因为一起 抢劫一个 晚归妇女 被抓起来 可供存里 没有人向他保证 会对他重新发握 但是 根据他口头说 深居民警 首先是告封了他 只要他提供 有关1217案件的情况 就可以带起诉时 述到从刊处理 下面就是 供词的主要部分 你是怎么知道 刘解放被杀案件的 啊 我听别人说的 他们讲 刘解放 这个案子 其实很简单 只要从报复 这个点去想 一想就通 拜双清 谁不知道 刘大局长啊 这人死在这上面 死得起锁 好好死得起锁 您给我们讲一讲 他是怎么个死得起锁 啊 这人 就是因为这税务案子 进过局子的 他知道许多 这税务黑幕嘛 自己也贪过不少 但这有人 比他贪得更多嘛 而他却知道 这个情况 据小道说 他不是 马上就要被政府 梦到监狱里边去了吗 男进去之后的 谁那男猪 那一套软硬监尸啊 比他贪得多的人 就怕他交代出来 于是找他擦 让他永远闭上嘴 哈对 那就是上上之策 说白了 就是他知道的太多了 那你说 这个凶手是哪里的 叫什么名字 你们得替我保密啊 泄露出锯的话 我可回时没命的 可能 我掐利人的性命都不保 我们的材料是绝对保密的 你放心好了 啊 好 那我说了 就是 火车站的 三八 这里的三八 是八横的吧 又是火车站的三八 那可是个穷凶极恶的人 你们也要小心点 你怎么肯定是他呀 他这不光我知道啊 那刀上人好像都知道了 他自己也到外面讲呢 他还说他趴个鸟 天塌下来有人顶的呢 可见他后台不小啊 金科长提后的 为了证实 立刻了带人到火车站广场 陪着一问寒 真的没有人不知道 这个外号叫三八的年轻人 在当立派出所的 刑侦治安资料上 也都有他厚厚的一打资料了 是派出所的重点邦交对象 可知这三八不带家 于是民警 就在他必经之地 守候了大约三个钟头 还轻人一举的 都抓获了三八 并且这三八 他一点反抗都没有 面对抓捕的民警 他说了 我知道你们是冲什么来的 我跟你们走 回到转组 不带民警审问呢 咱爸便一股脑地 把他杀害刘解放福西的事情 全部交代了 这真的是 得来 全部费功夫 不过 也许是案件破得太清风的缘故吧 康复云等领导 对此有点将信将疑了 他指出 组办两起专案的民警 把原来的调查资料 全部地调出来 认真的 对照交代的作案细节 金科长已参与了队原材料的调阅 他越看越感到这危机重重 因为他发现 三八的供词纯属是 普风捉影 一派胡言 于是 他的嫌疑就被排除了 但至于他为什么 没做这个案的 韩慧 胡说呀 一派胡言的 前面的门不就说过了吗 他的案件在排除所里边 你这是 霍霍了一大玩儿呢 也就是说 他是常年来往进除局的了 但大家这么一想 他这种一派胡言是傻呀 还是聪明啊 不过 甭板是傻还是聪明啊 他的嫌疑被排除了 经过大量的调查工作 1021-1217案件的侦破工作 几乎又陷入了停顿状态 这可咋办呢 就 无数 每干完一跳 柳根强就只有呆在游戏厅里 疯狂地打游击 让紧张刺激的战斗 暂时寄托他的意志 他向来都认为 自己是没有思想的 飘荡地如一只 断了线的风筝 自己 无法控制 对于柳根强来说 有成以来 生活就处于失控状态 他一直认为 家庭的破碎 是他堕落而沉沦的主要原因 但是 他的家庭是如何破碎的 原因 又无人得知 他认为 一个家庭 就应该永远让家人待一起 他的成长之路是复杂的 从来没有过 男性长辈来教导他 他一会儿跟这个人过 一会儿又跟那个人过 但他的印象里 只有祖母是固定的 其他 就说不清了 母亲父亲都有好几个 就连他自己也弄不清楚 这谁亲 谁输 哈曼的关系是冷淡的 有距离 相互排斥的 感受不到感情上的温暖 还不知道 父母之爱 是什么滋味 从董帅起 他基本上就不归嫁了 每天过着流浪一样的生活 偷窃 爬抢 就是从那时候开始 师父街头上比比皆是 他们教你各种偷窃的方法 然后又把你弄来的东西占为己有 稍大点 他就开始和别人分赃 并且还培养比自己年龄小的流浪儿 到18岁那年 他认识了一个女孩 但是的 他基本上还处于一种失控的生活状态 他无法向女友诉说 不过这话说得好啊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女友自己探知了他的情况 果断与他断绝了关系 这时 他的意识也清醒了 感到这种失控成了他的累赘 让他无比害怕 他的这种无着无落的流浪 以自身的方式 变成了比死亡 还要真其的一种死亡 人虽然活着吧 却别无选择 或者丧失了自由的意识 这可是比死亡本身 还要可怕的 就是在这种迅速堕落 无法抑制的生活之中 他因为盗窃罪 落入警方的法王 被判入狱 这一呆 这是好几年 几年之后 他从监狱里抖出来了 看到自由的阳光 他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跑到旷年里 大喊大叫了一番 然后开始寻找 一个落脚点 那从接到 出狱文书的第一课 他就下定局限了 那就是 绝不再走回头路 自己的生活 应该回到 平常人的生活轨道上来 接着了 他几乎是用尽了 一年的时间 他使自己相信自己 有能力改变自己的生活 终于可以摆脱 过去那种 散漫和懒惰的生活状态 我终于可以独立安排 自己的命运了 虽然很苦很累 但是 我很知足 可是 谁料 这交标 他冒出来 而这 也就间接地 直接地导致了 刚刚出于没多久的 柳根墙 那种 从良的想法 是吧 这几天他过年了 交标不知道 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 他没有意识到 等待他的会是什么 就漫不经心地 去硬了敲门上 果然发现 门口站着的是他 他一时没有认出来 交标了变化 令人大视一惊了 那些破赖着衣扇 已经被豪华崭新的 衣饰所取代了 这又黑的面孔 也是修饰一新 变得白净和帅气 他留了个 刘德华式的发型 与尖尖长长的脸型相配 要是换了别人 那只是别具一格 但是配上他的神情 直衬的他是更加的阴险狡诈 就仿佛他以往的卑劣行为 已经发育成熟了 演化成了十足的邪恶 角标那幅善笑的表情 他再也熟悉不过 那是一张洋洋得意 信誕乐乎的笑脸 不仅使他联想到 在过去带监狱同间的岁月 多年 同居一间不足六平里的监视 那种感觉 真是无法消失 由此大 出狱以来 他竭力的从技中抹去的 就是那张笑脸 彪哥 他的声音里 透出了丧钟般的空洞 这娇彪 出乎意料地 重现在他的生活中 这只意味着大难临头 尤其是因为 他身上那些微妙的变化 而是更加加重了 他所体现出来的危险 嗯 我说 听起来 你好像不大愿意 见到我呀 怎么会呢 难兄难弟的 我不知道你的去向 不然早就找你去了 哈哈 这样差不多 我找你找得好苦啊 他的声音就这样变了 变得和谐而悦耳 也许只把阴险卑劣 隐藏得更深了吧 听说你吃苦了 我来看待你 怎么样 这一年来 你过得很不容易是吧 旁着不见老兄弟们 求我怎么样 苦吧 啊 我这次啊 是给你带机会来了 你这是意想不到的走运啊 嘿嘿 此时的柳根强嘛 他不知道 是相信他好呢 还是不相信他好 命运和他 开这种残酷的玩笑 是可能的 啊 从另一方面来看吧 娇彪这个人诡计夺端 说不定出狱之后的 还真的在外边做生意 赚了一笔钱呢 现代做生意 是无肩不伤啊 或者无伤不肩 无论是哪一种吧 结果都会一样 交标不干违法的事 办不到 想到这儿 谢谢了 我现在过得很平静啊 也没有什么社交 无所谓的 嗨 我已经说了什么话呀 现代社会 怎么能够不相互照应的呢 你看你过得这日子 这让做兄弟的我 看来都伤心了 啊 我现在做上了生意 这样吧 这次不要押运点货 从少东回龙回去 你来押运 就是坐在副驾纸上挫挫 来回 保你过个年 绰绰有余 交标说完呢 又仔细地打量着 柳根强的窝儿 装出一副 被他穷酸所感动的样子 接了又说 兄弟 我一定要帮你 而且要帮你到底 你不脱贫 我是不会放手啊 你放心吧 柳根强是感动吗 还是为交标的 许诺的金钱所打动 不得而知 反正吧 在交标的鼓动之下 他跟着出去了 从起来 他就再也没有回到过 他出狱之后 辛辛苦苦 住得无二 他跟交标这一出去 交标身上的罪恶因子 很快地就转移到了 他的身手 邵阳是连续发生 多起盗窃 抢劫案 接着又发生了一起 震惊全尸的 918绑架杀人案件 这个狱友 投机者 他完全有毁掉 柳根强生活的能力 他曾经有一次 在狱中 差点就毁掉了 他的生活 以及生命的 而如今呢 再一次毁掉了 他的生活 把他退到了 四刑犯的路上 他如今呢 比在狱中 更加害怕他了 他的生活 最后的决定权 在交标手中 他对此却 束手无策 柳根强就这样 再把了一圈 三国演义中的 三鹰战吕布 准备从游戏中撤下来 因为那 他想到了 他的一些过去 而有些烦躁 心思集中不起来 无法匹敌 游戏中的敌类方 游戏很快就结束了 他从游戏机中 退出还没有用完的 游戏壁 你也在手中 抛来抛去地玩着 可不知怎么大 此时他心里的 烦闷又加剧了 可能是因为 有一段时间 没有补充能源了吧 他们盗众的人 都是把吸毒 当作补充能源 之所以不叫 补充能量啊 也许是他们 不想把吃饭 和吸毒 混在一块吧 事实上 吸毒的人 不看得高于一切 吃不吃饭 根本那是 无关紧要的 而柳根强的 吸毒和交标 它是有着 千丝万缕联系的 因为柳根强 从狱中出来的时候 本来什么恶习 都戒了 但是跟上 交标之后的 他空虚的情绪 无法填补 一动到前 整片就像是 无头苍蝇一样的转 非这时 交标又给他 介绍了一个女朋友 这是个 发廊里的女人 五毒俱全 柳根强霸 本来是 最讨厌这种女人的 但是他空虚啊 在这个发廊的 引诱之下 他开始了吸毒 并且是 越吸的影 越大 那女人看他 虽然长得帅 但是没情趣 又从他身上 挖不出钱来 于是就利索地 离开了他 离开就离开呗 那 有根墙 是这么想的 但是 这毒瘾 他却再也离不开了 他成了交标 控制他的 另外一种手段 现代他一天 可以不吃饭 不玩女人 不上网玩游戏 甚至不排泄 暗示这一天之内 不能断了吸毒这件事 只有吸毒 才能弥补他生理 和心理上的一切需求 这让他痛苦万分 让他在堕落中 在滑向死亡的路途中 越滑越快 离死亡 但也是越来越近 显得他必须去完成这件事 就是去吸一口 在他的印象中 他每吸一口的来源 都是交标提供的 他得去找交标 交标这池 也正在思量着去找他呢 交标身上 现在钱又不多 凭他们两人的调毒 逍遥 这一个月没个几千块钱 那是无法打发的 说过了 谈错过 一起搭着案子 和两三起小案子 又闹中羞策 而别人说 那兔子不吃窝边草 但是他们 却是兔子 牵持窝边草 吃一口 就躲得鬼影都没一个 热影公安机关怎么找 就是没有想到 是他干的 这不 他连干了几起大案 惊得少阳公安局 那是人心惶惶啊 可就是无头汤硬实了 摸不出的头绪来 刚过完春节 冬日的阴云 还没有散去了 绵绵阴雨说下就下下来了 有根墙 从游戏集厅里抖出来 这细细的雨森正毫无顾忌地 拉起了一张灰帘 好忘了忘天 这时浙江绍兴了一片天 一把拉起一尖 蒙蛋头发上 就往外边跑 可就在这车的 外边有一个人 往游戏集厅冲来 两个人都忙得躲雨呢 还有 撞了个正着 两人怒目相向 则突然呢 转怒微笑了 哎 镖哥 嗯 嗨 两人回到租住地 带那间四个窗户 都用抱着壶的死死的小房间里 他们捣过了一阵 都过足了能源上的乙 然后商议着怎么办呢 带焦镖看来 缺钱只是暂时的挫折 他一缺钱 别人的麻烦 那会就大了 不管怎么说吧 这钱总会有的 特别是这样的一个 过春节的时候 他学信 除了他和柳根墙之外的 每个人的腰包 都是骨胀胀的 要捞把钱 但是数到钱来的事 只是看如何捞一把大的 而日子过得更舒坦一些 他的强盗逻辑 总是符合柳根墙的想法 也难怪柳根墙 被他控制死了 哎 简样搞把大的事的 那地去少东啊 那里有钱人多的是啊 就这样的 他们坐在回少阳的车上 商量的办法 柳根墙就这样的 跟他建议道 好啊 就按你说的办 那我们就在少东下手吧 尽量少带书人面前露面 2002年2月20日上午 他们来到了少东 在一家破旧的旅社里 住了下来 旅社虽然破落 但也是一座四层的楼房 他们租住在四楼 这四楼的后窗 则面对着刚搬来办公的 崭新的少东县委大院 他们望着那一栋栋 拔地而起的县委住宅楼 议论着 那里可能藏着 暗汤的 让他们垂涎三尺的裁作 心里爬上着 从县委大院里下手吧 放下简单的行李 他们便分头地 围绕着县委大院去裁点了 但是这大院里的保安 看得很紧 无论用什么罚的都难以进去 而在这之前 他们曾经在广西 得到一个教训 哪分就是因为硬闯进去 差点的又再次进入班房 那是2001年秋天的事 他们从绍阳游荡到广西桂林 有一天 这手痒痒了 想试试手气 于是便闯进一个生活小区 他们一招老乡的名义 想骗进去 陪这一招倒是挺灵 但是那的保安 自从他们进门之后的 就一直疑心地跟着他们 一双警惕的眼睛 牢牢地盯紧了他们的脚步 就在他们准备下手的时候 保安一声断鹤 要把他们三魂吓走了气魄 指得屁滚尿流地溜走了 自此以后 他们一看到保安很严的地方 他心里就发出 最终呢 是踩点无功而凡 他们回到旅社之后 再次商议对策 也就在这时的柳根墙双眼泽一亮 他指着县尾大院外边的一座 楼房的三楼说 哦 哇塞 你看 这眼皮的底下不就有个大财柱吗 这家人没有个千万 也带有个几百万的 交标一看 哎 没错啊 果然是一个富家 惹见呢 那三楼心仪错层式的结构 上上下下挂了五台空调 好 就是他了 好 这在二零零几年那会儿 这只一家人 能有五台空调 还能有一台就不错了 好了 就是他家了 这说的 一进中午 他们在外边 简简单单的吃了点东西 就往看着的楼房走去了 他们就像老鼠似的 紧身的 小心的往上被走 到了三楼 就发现 那家豪华的主家 正带大宴宾客的 玉神难以下属 哎 但是啊 已经上楼了 不好马上就下 只得阴了头皮 往上面走 就这样的 他们一直是走到了楼顶 萧标抢了 干脆就在这楼顶待着 看你什么时候客人走了 我们就什么时候动手 接着 他们就在这楼顶一待 就是三十多个钟头 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机会 饿了渴了怎么办 那好办 就由有根墙下楼去买矿泉水 方便面 即行冲击 他们那份嗜血之痞 完全就是饿极了的 豺狼的 树性标显 客人来了又走 可是走位又来 哎呦 那天晚上还有两桌客人 打来的通宵马将 直至二十一日下午七点 终于是渠中 人散 豪华宽敞的三楼房间 只剩下了母女俩 这下就不要确信了 这家人呢 再也不可能有客人来登门了 于是就放轻了脚步 下的楼来 敲响了防盗门 那对母女还沉浸在 待客的欢乐中呢 根本没有丝毫的防备性 他们就连在猫眼里 看一下的心思都没有 就直接地拉开了门栓 还这时的 一支仿六四十手枪 张着黑洞洞的枪口 赫然地 便对准完那中年妇女 而年仅十二岁的小女孩 她哪里见过这种场面呢 吓得一声尖叫 她是瞬机地又被捂上了口鼻 接着 娇彪便吩咐六根枪 用交代纸 把两位主人分好口 捆绑起来 他们便开始做思想工作 她说 阿嫂 不用着急 我们是求财而来 你只要乖乖叫出钱来 我们绝不上亿性命 妇女的眼里蒙上一层泪水 行 求你们把我女儿绑松一点 不要伤害她 教标便答应了她的要求 但是小女孩依然被绑得不能动弹 中年妇女领了她们 在家里翻箱倒柜地 寻找值钱的东西 她们找到了一些高档的烟友 从妇女身上 又缩出现金两千七百多元 并从一只密码箱里 缩出了两张存折 一张面额上显示 还有四点六万元 一张面额上面显示的 还有十二多万元 但是据复语说 这折的却有另外一张卡的 卡呢 在她儿的身上 她不知道密码 教标又宁笑着说 啊 行啊 那我们今天 就在你家过夜了 等你儿子回来 明天 她们一并去银行取钱 隔着第二天的 教标负责避位密码 柳根墙的出门去取钱 她呢 是手持的中年妇女的手机 出门取钱的 分别从 邵阳市广场储蓄所 和邵东县某储蓄所 把四点六万元钱 全部打都取了出来 教标呢 为了避位密码 把妇女捅了十二刀 直至着钱 全部到手之后 她才把两个 手无寸铁的弱女子 给杀害了 万幸的是 当天啊 幸亏中年女子的 儿子没有回来 否则呀 会被灭门的 囊在这个二十多个小时中 她们把坏事感觉 直至二十二日下午三点 她们才从妇女家中离开 而留下了两具尸体 这是一个宁静 温馨的庆尘 邵阳盛官局副局长 康福云 漫步在筑地的林英道手 而西年的行政工作计划 大张脑海里 如知仇似的 缜密的布局开来 她就这样清晰地思考着 可是这电话 却不时时宜地响了起来 来电的是 邵东县官局局长 初少武 初少武 是老行径出身的 在二十几岁时 便领衔侦破过 好多疑难案件 则是 邵阳公安刑侦部门的 一把尖刀 但这次的 只把尖刀 却遇到了刺不破的黑幕 这邵东县城 裁发区发生了一起 特大恶性 入室抢劫杀人案件 一对母女被杀 巨额财产被抢 而现场呢 除了被害母女的血迹之外的 那是干干净净 并下 在初次的勘查之中 也没有发现 任何有价值的主司马迹 于是 查现求 市公安局 派遣刑侦基础专家支援 汤浮云 与刑警支队长 曾旭阳 轻地赶到少东 带领刑事 基础人员 开展侦查 这端倪 也就漏了出来 1021 1217 还有22案 三起案件 带作案人数 作案工具 作案手段 以及作案后 反侦查的方法 基本上是相同的 曾旭阳 天生有一种 穷根究底的性格 他想针破了案件 解决的问题 总会时时刻刻地 纠缠的他 想把这件事 抛之脑后 是做不到的 找不到问题的答案 曾旭阳 他就不甘心 很小的时候 他就不满足于 那些老一套的答案 他总是缠的父母亲 直到他们给出 能满足他好奇心的答案之后 才罢休 这长大成人之后啊 他还是这样 不过啊 这答案 就由他父母 改变成啊 他自己去探寻 然而这种 不仅想了解 事物的一般性 而且想知道 其特殊性的心理 对他做好工作 那是非常有好处的 他去探究 不断地探求 直到找到 真正的答案 有时 他的同事 简直拿他没有办法 还有说啊 就连他自己 对这种穷根问底的性格 也感到毫无办法 曾旭阳 把自己闷带无嘴 重新地翻阅了所有的案卷 最后又决定了 再次翻查 过取了旧账 他指使专案组 把侦查重点 放在当初没有找到的 1021案 受害人陈明志 那三五个 三五个牢友的身上 牢 兼牢的牢 前面的麦说过了 调查了很多牢友 但是唯独有三五个 没有查到 而在这些漏查的人员中 就有一个叫 交标的 此人 1990年 因为抢劫罪 被判刑十年 于1998年 释放回家 现代吸毒 与陈明志一起 带绍阳市 白田监狱赴过刑 是老友和独有 交标 大雁也都知道 威人凶暴 2000年9月18日 参与韩云等人 带绍东绑架 杀死货车司机案件 之后 赴案逃窜 并且多次追捕魏国 据查 交标居无定所 近两年从未回过家 也很少带绍阳露面 经常是流窜在外的 逃避公安机关的打击 害胆时 很少带绍阳露面 并不是说 就没有作案的嫌疑 这曾绪阳 在分析了 交标以往的 作案特征之后 决定把这 注 押在交标身上 要打开交标的缺口 必须从他的同案犯 韩云的身上下属 就这样 2002年的2月底 曾绪阳只是审讯民情 开始了无审 韩云的兼顾工作 开始 韩云交代了 交标 有一个好朋友 吴某 是虎车站一代人 具体注释不详 专案组立刻打调查 但是 没有找到 吴某的助手 不过最终 警方获得了 这吴某经常 带一个公用电话亭 打电话 转民警 就在电话亭附近 守护了四天四夜 终于地发现了吴某 并且一举抓获 据吴某交代 在1021案发生之后的 他在邵阳 看到过交标 并且提供了 有力的时间证据 交标 又作案实践 得到了认定之后的 海云又提供了 另外一个老友 而此老友又反映了 交标曾经 摆过死者 陈明志的手机电池 以及配件 但是没有付够钱 结果两人吵了起来 闹得很不愉快 而且交标此人 下属凶残 不计后果 心分手辣 做人 都是反复无常 由此的 交标了作案嫌疑 便叙述上升了 但是针对于个案来说吧 作案组拿不出 任何有力证据来指控他 也拿不出任何 能够证明他杀人 抢劫的痕迹 物证 或者是书证 更没有任何的 目击证人 曾旭阳在案情的研究会上 如实地分析了 交标的嫌疑 决定把证案人 缘分为两个组 一组继续对 其他嫌疑对象 进行排查 一组开始对交标 进行秘密抓捕 九 数 朱少五赶到危机房的时候 拜倒者人都到齐了 十二岁的小女孩 苗苗是今天的主角 她的母亲 在一旁拉着她的手 似乎啊 带为她鼓戒 为了给苗苗 赢到一个宽松和谐的气氛 机房里边的民警 都没有着装 朱少五呢 也是一身便服 没有扎领带 得伊丽尔 也是敞开着 她的眼睛明亮 目光锐利 语言和蔼可亲 她亲切地 与那位母亲握了握手 感谢他们母女俩的合作 接着的 那位母亲首先介绍了 当天带小女孩 上储居所取钱的情况 下面则是案卷材料 记载的文字 那天呢 我吃过中午饭 就带着女儿离开来家 当时是想到服装市场逛街的 当时吧 我一挪钱包 发现没有贷多少钱 于是 我就与女儿来到附近的 工商银行 中和街储居所 当时正是柜台营业员 换班的时候 我等他们搞完了交接班之后 这才开始填单取钱 而也就是在这时的 苗苗用力地扯了我以下一击 她说 妈妈你看 有一个阿拉伯人 可是我当时正在填单取钱 根本就无心旁骛的 我只是粗心地回头 敷衍了一下女儿 然后就转过头去了 嗯 那当时大约是什么时间呢 咯 填单的时候吧 我看了一下储居所挂的那个日历中 大约是 一点四十几分的样子吧 我们走的时候 大概已经过了两点钟啊 那个阿拉伯人 还是在我走了之后取的钱 那你怎么知道 她是在取钱呢 啊 我去傲钱准备拿走的时候 我看到她填的是绿色的单子 而那种颜色的单子 就是取钱的单子 小女孩苗苗 聪明机灵啊 她为自己能有机会 在大人面前表现才智 而感到骄傲 啊 一本素描图 放在小娘们面前的矮桌上 上边画有无数不同形状的眼睛 同时啊 美术学校的张老师 带素描纸上 根据小女孩的描绘 接行画像 而王老师则利用电脑 接行模拟 两人边修改 边询问有关情况 比如她的头发 是长啊 还是短 不太长 但是已不是单种 小平头 啊 就是这样的 苗苗忽然指着素描图里了 一副头发说 素描师看了她那幅画 发现 那发型就是平头 很久没有剪了 长的盖住了耳朵 接着张老师的铅笔 便带画夹的纸上 很快地勾画着 哎 你看 怎么样 她把画的东西 拿给苗苗看 嗯 就是这样 苗苗说的 啪 她的鼻子比较浅 比较大 哎 就是这样的 好好 那现在就剩下嘴了 张老师又递给苗苗 另外一本素描图 苗苗 你还记得 她的嘴巴 除了胡子外 还有什么特点吗 哦 她当时看了我一眼 对我还咧嘴笑了笑 牙齿长得很整齐 但是有点黑 嗯 那 有没有明显的印记 或者疤痕没有啊 黑飞这一句 提醒了苗苗 苗苗又说了 额头 额头的右边 嗯 对 就是 与我对面时 是我的左手边 飞就是右边 有一个小疤痕 斜斜的一条 不太近 还看不得出来 苗苗感到有些得意了 以为她能够提供帮助啊 而且还能这么详细 接着 张王林为老师的素描 几乎是不谋而合 特别是素描 是如此的逼真 拿让她给苗苗的妈妈 以及当时借贷取贤的营营员看 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表示 当时看过的 就是她 经核查的 工商银行中和街储蓄所的账目 从中午一点半到两点半 来储蓄所办理取款业务的 过有七个人 其中取款的四人 存款的三人 存款的全部都是老人 并且每个都找到核查了 取款的其中 重年妇女两人 中年男子一人 这三个人呢 已经都找到 并且证实了 另外一个 就是受害者的取款条了 她的取款时间 和小女孩 苗苗的描述时间 基本是一致的 可以认定啊 这个取款的青年男子 就是杀害受害人母女 两个人的凶手 或者 童华 老大说 此时的韩云 她是真不想待在监狱里啊 更不想因为犯罪 而被判署死刑 可是她一审 已经被判署死刑了 应该 还有挽回的余地吧 但是 她似乎 她却碰上了坏运气 这从三月初 这预审员 连续提审之后的 她讲的话 再也没有人相信了 看来 交标真的在外边 又犯大案了 这个狗胆包天然东霞 当研究着她害的 谈云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的 但是 也不想惹上杀人的嘴啊 但是现在呢 罪是喜不脱 但是 如果紧紧地扣住交标这条线 不时地为警方漏一点 也许能让自己在看书所里边 待得久一点 二审来的 他慢一点 那徒刑 就不相对地轻一点吧 还有这三点 又何乐而不为呢 不过现在 她的前景 有点暗淡了 难以预料啊 唯一可以安慰她的就是 还活着 没有背叛 立即执行 她从铺位上 抖下来 用力地敲打着牢房的铁门 我有准安情举报 我有准安情举报 好啊 登任这次啊 我真的能够听到 称得上是重要的情况 韩云听吧 呼呼地把头 偏出了小窗口张望 只见来人有张威严的面孔 是由预审刑警 和几个看守陪着 向他的监舍走来 来人自我介绍说 他是刑警支队队长 曾旭阳 那当然了 保证对你有用的领导 不过 能否对我也起点作用啊 必须是交易 他行吗 呗 这个支队长 是个林范圆滑的主 韩云立刻 执着身上自然而然 体现出来的成熟老链 产生了劫备之心 接着 曾旭阳示意看守 把韩云提出监舍 送到一间 专供犯人与亲属 会见交谈的房间 我想啊 如果我有一个 像你这样的倾斜 那也绝对不会 沦落到 今天这个地步的 韩云是有感慨地说 啊 不过现在认识你 也不迟啊 我的命可是悬在你手里呢 我 怪于你的命 恐怕只能以后再说了 你要先配合公安 搞好工作 啊 那是那是啊 韩云 谦占华 那是 我交代行啊 但是你总得丢点什么保障才行 还这曾旭阳的眼里 瞬间的射出的目光 一下子显得眼里无情了 这目光虚然 没有把他吓趴下吧 他是足以威慑他 乖乖地坐下 啊 好好好啊 一说八海 什么事 我一定如实说 争取坦白同快 啊 认认 这几张画像上的人 说没说实话 我自然知道 重大突破在此属现 韩云认错了 其中一张画像上的人 叫柳根强 柳有落差胡子 像阿拉伯人 韩云接着又公认了 这个柳根强 与交标是死党 还两人狼狈为奸 信不离 如果其中一个人作案的话 那另外一个人 绝对会参与的 如此的 便进一步地认证了 交标的作案现役 九所知 以前你总是 给我们提供过时的东西 我既往不咎 今天 你就如实说吧 我问你 最近交标 都和些什么人交往 东徐杨说话时的嘴巴 几乎没有动 他的嗓音低沉 让韩云的汗毛 都竖起来了 虽然他的话语里 没有一个字尔威胁的 但是语气里边的敌意 让人感到 他恨不得 激了那个人的皮 韩云在一段时间里 目瞪口呆 缓了好一会儿的 他才叽叽巴巴地说 你们是不是听到了什么呀 我可是实心回答 你们的问话的 韩云的手掌里冒出了汗 在裤腿上 他这掌心 交标还有一个铁哥们儿 叫市正强 他呢 也是个偷盗爬墙 什么都干得住 也就是他了吧 哦 事实话是吧 如果不是真的 既有您好果的事儿了 曾徐杨 微微地笑了起来 但是这微笑嘛 却没有显出十足的友好 如果这一切都是你胡租的话 你该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吧 韩云独售发誓 今天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于是搜补组立即出动 查明了 市正强 他的确和脚标 曾经关系逆些 而且据反映 两个人曾经合伙 脱过药材 撬到过药材公司 脱出了药之后 卖了广西桂林等地 可是警方找了好久 都没有找到市正强 据一个知情人反映了 说市正强 他于2001年 就去了广西桂林 这下 被一时半昏的 又抓不到他了 等会 走 先不说市正强 不过现在已经确定了 脚标就是222案的主兄 他们在作案的当天 并没有离开邵阳 而是住进了 邵阳虎车站旁边的 一家小酒店里 当天傍晚到第二天凌晨 火车站呈现出 以太繁忙的景象 后车室乃至过道 入站口都站满了旅客 一队队无警 一队队公安民警 得站在站台和阵站口处 巡逻站岗 维护着春运男权 这种气氛再正常不过了 郊彪对此了如指掌 但他还是特别注意着 带危严的警察和士兵的 掩体的底下就留 那是不安全的 而就在七个小时之前 他离开了邵东那座凶宅 柳根强则建议 去连轿车站 那里离邵东近 但是被郊彪辅决了 于是他们在酒店里住下的时候 便请人买了凌晨出发 途经诸州的车票 并且花了一大把钱 准备请车站的职工 领他们上车 对安全稀说 那就大了 此时的 郊彪躺在床上 仔细地盘算着剩余的时间 离开车还有两个多小时了 那这次回邵阳发的这笔财 看来是安全了 但到了外地 又可以高枕无忧地 逍遥一阵了 可是的 正当他躺在床上 响入飞飞的手 忽听老板娘 急着心火地 喊着他的话名 还便敲响了他的房门 小王 小王 你们到底有没有失本证啊 吵什么吵 深蹬半夜的 脚镖咆哮着 打开了门 盯着老板娘 用手指 敲着他的 金壳手表 不耐烦地警告 那个胖女人 要懂得礼貌 深夜不要打出客人 咆哮 伪实地把老板娘给吓住 牙袋当长 击巴了很久 他微弱的声音 吐出了一个 重要的词来 警察 还有这个词啊 比他任何敲打叫喊 都来得有效 这胶表立刻跳得起来 反身就拉鞋肉跟墙 提及行李 然后毫不吝啬了 就掏出一百人钞票 塞到了老板娘球里 说 再说说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当代说警察 警察怎么了 叫表忽然想到 本不能在外人面前 显得太害怕 他故作轻松地 扬了扬手 让老板娘下楼去了 他这老板娘 踢踢踏踏踏地下了楼 叫表立刻打拂进了窗口 他似乎发现了 一种不同寻常的气氛 笼罩在街头上 使叫表感到 自己似乎是已经成了 瓮中之鳖 报 他决定 马上凑 接着 叫表和柳根墙 得从二楼的栏杆 直接落到隔壁的围墙上 又通过一间厕所 和一条空无一人的巷道 迅速了消失在凌晨的 茫茫夜幕中 此时的叫表啊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竭力地想控制住 心跳的频率 自从他望见 是市政墙站的门前 公路上与警察谈话以来 他的心里 就一直在碰通直跳 情况不妙 非常不妙 警方是不是已经知道 少东的案的是他 交标干的 又或者查明了 但市政墙是他的朋友 而找上门来的呢 是不是 是市政墙叫来了警察 为了保住自己 而出卖了他们呢 接着 他故意地装出 满不在乎的样子 不紧不慢地 穿过一条小巷 绕过了市政墙所带的街头 然而 他用眼角的余光 看到了情况 足以让他感到惊恐 之间呢 列明穿着制服的警察 一名便衣警察 外加一个对他不忠 易于把他叫给警察 而后快地叛徒 这个时候 连傻瓜都能看出来 大货已经临头 不过值得 交标庆幸的是 他带警察到来的时候 没有在市政墙身边 他又返回 穿行带正午时分的 贵港闹市区的街道 一边在仔细地琢磨着 下一步该怎么办太好啊 昨天晚上他还以为 贵港这个小地方安全得很呢 市政墙这个人呢 不大是一条神上的蚂蚱 带着半威胁 半六下答应了他 并且按照他的说法 为他们提供了藏身之地 我们都是成年人 有理性的 好处谁不喜欢 是不是 这情绪一急躁 交标就会露出 他曾经流浪街头时的 无赖语气 哈现在非常讨厌 自己过去的那种 哀叫式的声音 认为那是一种 无能和软弱的体现 他停了一下 以调会一下口气 接着 交标又说道 我们得在这儿待一段时间 你得为我们提供饭菜 祝福 以及在必要的时候撒谎 哈的威胁的口气后边 又加上了一点好处 钱嘛 你不用操心 我们会如是地付给你的 市政强 他做了一年多的正经事 过去了言谈举止 已经改变了不少 他现在的谈吐 也变得文雅了 穿着也是变得时髦了 小日子过得挺红火的 然而 撇开那股正人君子的神态吧 他实际上 并没有什么改变的 恰如市政强 了解交标的真实本质一样 交标也了解他 市政强的真实本质 市政强对交标的到来 既没有表示反对 也没有过分的热情 一副平静如水的神态 这让交标 莫测深浅 还然而的 仅仅一度晚上 你太怎么着 他身边竟然站着警察 还没准的 逮捕他的逮捕书都办好了 就等了他出现 不过的 少阳警方 他不可能这么快 他安自想到 又竭力地 想让自己镇定下来 假如的 他和警方一道 对他设下全套的话 那为什么警车 要停在很显眼的地方 这一点 不合乎常理 不过不管怎么样的 在弄清楚发生什么事之前 对于交标和柳根墙来说 这明智的做法 就是藏匿起来 或者跑走 于是交标决定 在找到柳根墙之后 再做打算 他立刻地赶到 柳根墙打游戏的 那个网吧 可是网吧 已经是人区电空 唯有门前 有一滩新红的血迹 他一打听 他知道 这网吧半个小时前 发生了一起流血斗殴事件 当事人全部的 被台主所喊去问话了 网吧老板 也一块带斗 我乐的去 这参与斗殴的 该不是柳根墙吧 柳根墙自称武者 他的网络名是这样的 正因为他的头脑简单 慎用好斗 交标十分担心 但是又拿不定主意 一味来就像无头苍蝇似的 带网吧门口徘徊 哎 表哥 哎 一段是走漠的呢 交标听罢 神吸一口气呼的一拳 便往声音的出处冲了过去 一这该死 你去哪去了 啊 带我 来会我去标个 你打我干什么呀 我又没有做错事 哎 我高兴啊 箱子 你还能好好的 出现在我面前 交标忽然笑哈哈的说 你看 这么多不想知我 我们该走了 于是的 交标便拉着柳根墙 连住处也没有回 就静止地走到了火车站 直到上了火车 他们才响起 还有这行李还在住处的 里边还有一张全国通用的信卡呢 这卡里还有一万多块钱呢 但是此时晚了 他们也只能想想 而柳根墙呢 直到归案的时候 他也没有想通 交标他为什么发了疯似的 把他拉离了广西贵港 静止地去跟上了 开往上海方向的列车呀 交标又去钱了 上次的本来算得上是做了回大买卖 但是这一路不顺呢 但绍阳总冒了大风险 又花了大本钱赶到了广西贵港 结果又遭遇出卖 他把在施政墙那里丢了一大把钱 看成了一时的挫折 他会因此付出代价的 可这接下来另外找钱 就成了眼前了当务之急 他在浙江绍兴市的一条老街 灵河的旧房里 已经租住了大半年 这里成了他四处作案后 有避险安顿之所 他的作案工具 如了仿六四式手枪 还有几把各式各样的长短刀 铁棍 还有几公斤的炸药 四十几斤的雷管 都藏在这儿 他在房主变前的城市 某公司的职员 他觉得是一个正人君子 房主也只是按期收租 从来就没有疑心过他们的行为 但是现在他决定要搬走了 因为他已经派柳根墙 在老街后边踩毫了一个点 准备下手 一旦成功 立刻走人 但是他还没下楼呢 便听到了不好的消息 就是柳根墙进了某小区的保卫部 小几是好心人房东带来的 他呀 正在光忙着交标去说好话了 把柳根墙给弄出来 柳根墙带房东的证明下 终于是清白地离开了小区保卫部 他的一路上怕极了 但是他死都不会让房东看出来 他其实有多害怕的 而道成他目前这种处境的 是那个门卫 那是个糟蹋肥胖的女人 栽在这么个女人手里 这是有损他的自尊呢 当时的 他没费吹灰之力 就从他的眼皮的底下 流进了小区 他好像还在门卫室里睡大觉呢 他自始至终地 都竭力地把自己的脚步声压得很低 连小区里边 那几只耳朵灵敏的狗 都没有发现他的侵入 可谁会想到 恰恰就是这么一个 假装睡觉的老古董 竟然让他在阴沟里翻了船 他检查着 到底是哪家会更有钱呢 哪家又更容易进去啊 这时 他从一个单元的门盾里 看了进去 发现 森楼一家人的防盗门 是他熟悉的那种 心里有些激动起来 他可也就在这时 那假装睡觉的胖女人 则带着两个男人 出现在了门洞口 他两个人抓住了他的手臂 将他拖出了单元 一直到外边 接着又把他的手 给翻绑起来 有根强没有办法了 他就假装说 自己是某公司的推销员 在了解市场行情了 好嘛 就是这么一折腾了 让交标所有的想法 都泡了汤 原因很简单 在这儿 应引起了别人的注意 那本地捞钱是不可能了 可是了 马上搬离房主的出租屋 那也太落痕迹了 他指的 把行李再次了解开 该藏的藏好 该摆样不得 的摆好 然后 两个人便灰里溜的 离开了浙江省 绍兴市 全面的调查摸地工作 并没有白费 各方面的情况也反映了 市政强和交标的关系 为师非同一般 而抓捕组 也有了重大突破 当他们拿着交标 和柳根强的照片 在各个路口 车站 一路搜寻到虎车站的时候 那家小酒店的老板娘 拿着照片非常肯定地说 这不是小王吗 就是他 他22号晚上在这里住过 找他要身份证 他不肯拿出来 半夜里就偷偷地走了 没错 这个小王 就是交标的化名 经过勘查现场痕迹 交标和柳根强的逃跑路线 也是一目了然 并且在排查中获悉了 交标一个月前 在广西出现过 他的唐僧窝点 很可能与市政墙有关 3月26日的 曾薛阳带人赶到广西桂林 桂林警方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并且派出了大量的警力 派查湖南少阳人 接着曾薛阳又分析 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多月 交标在广西的可能有两种 一是已经离开了广西 逃到了外地 二是他仍然在广西 但是啊 转换了多个藏匿之地 不过无论是哪种可能吧 都必须的先找到他的关系人 然后带集中警力查他的逃逆地点 啊这虽然是弯路吧 但是别无选择 安就这样拿着搜查面 铺得十分宽 交标和施政墙的关系人 几乎是没有一个漏掉的 凌晨两点询问结束 所有的材料都表明 交标没有在桂林出现过 而施政墙已经去了广西贵阳 某工地做事 转走民警又连夜的驱车 赶往四百公里之外的桂港 很快 清晨八点的 警方抖戒了某工地 这个工地已经完工了 曾经施工的人员 也不知道去哪了 可在之时呢 桂林方面又得到一个消息 表明施政墙极有可能仍在桂林 转走民警又驱车地赶回桂林 不止抓捕工作 市区的调查和搜捕 也在马不停提大急行着 民警们呢 是吃在车上 睡在车上 开车的任务 是每个民警轮流担任的 可是带着车的转悠到了下午七点多钟的 种种节响又表明 市政墙又去了桂港 哎呀 这个迷藏都大了啊 但是专案总民警没有办法呀 他们只得带他驱车四百公里 带往桂港 幸好的 有了第一次到桂港的基础 他们找到了几个带桂港的少阳人 他们呢 不是市政墙的老乡 于是的 待凌晨一点多钟 市政墙带某游戏停玩着手 突然冲进几个强壮的汉子 一把就把他给扭住了 还还接着 带桂港市的公安局里 市政墙因为气愤而仗红了脸 只见他唾沫四箭 一边解释 一边大骂 但是却一直把他的钱包 死死地坐在踢股下面 审讯民警见此心中是更加坚定了 接着 他们把市政墙提起来 重新地搜了身 拿掉了他的钱包 并且当着蜜儿打开了 钱包里有一卷 大约两千多元钱的现金 还有三张不同的信用卡 还有两张名片 名片的背面 写着几个电话号码 这是什么 民警扬了扬手里的信用卡 和名片 又点了点钱说 这个哪来的 啪儿 还会说 我在外面没钱能过日子吗 可是 在回答这话的时候 民警发现了 他目光闪烁 犹疑不定 凭经验 这问题肯定是出在钱 和信用卡上面 但是 这电话号码 可能含有更重要的线索 可是凌晨的提审没有结果 民警给市政墙 做了一定的提示之后 就决定给他一个反思的机会 第二天上午呢 曾旭阳客气地 给他送来了早餐 并且劝闹他好好吃饭 人的耐力 是有限度的 市政墙似乎有所感动 并且在曾旭阳的启发之下 与曾旭阳拉起了家常 犹豫朋友没有啊 结婚的没有啊 你父母怎么样啊 等等 说起父母 他满脸的愧疚和遗憾 文就这样的 曾旭阳的一份家常话 使得市政墙 终于地撤去了房间 而曾旭阳 则越过了最后一道障碍 他把手搭在市政墙的肩膀上 让慈祥可亲的目光 使得市政墙无法抗拒 没想到 我带广西 却陆入了邵阳警察的手里 市政墙感慨地说 交标和柳根墙的落脚点 在浙江省绍兴市 交标呢 在前两天还打电话给市政墙 威胁他 若敢吞他们那一万多元钱 一定会让他市政墙 没有好日子过的 并且要动他全家 市政墙便记下了交标 给他打电话的座机号码 接着 警方又通过这个座机号码 又查到了经常联系 交标的其他电话号码 至此 交标的行踪 暴入在专案组的眼皮的底下了 很快的 4月15日 作案组获悉了一个 令人惊喜的线索 交标回邵阳来了 正待日夜等待侦查消息的 唐祥生局长 接到举报之后的 便只是抓住时机 击捕犯罪行人 要精心地构思抓捕方案 确保万无一失 当晚 作案组根据交标 身捆炸弹 神藏仿真手枪的情况 便组织了12名精干刑警 身穿防弹衣 分组啊 便深入了交标 可能出现的 青龙桥广场等地点 遁守守候 待绍阳市去 形成了一张 看不见的包围网 还一个小时过去了 又一个小时过去了 眼看东方的天际 露出了余度白 又见霞光 渐渐地呈现出了 多彩的光芒 但是 的交标和柳根墙 仍然没有出现 待野外潜伏了 整整一夜 连眼睛都没有敢 眨一下的侦查员们 心里开始泛开了嘀咕 是我们的行动被对方察觉了 还是本来情报就不准确啊 4月16日清晨 转组再次火系 交标可能带城南以带出现 而这是不是又在考验 侦查员们的耐心呢 又让警方尝尝 这参风露宿的味道 不过现在已经管不了这么多了 康福云副局长 亲自的参与制定抓捕预案 周密地部署了行动的每一个细节 抓捕组由唐本龙副队长带队 共12名刑警 他们共同设下了关门打狗之计 已经整整一个通向没有眨眼的侦查员们 此刻又隐藏在马路边的某一处角落 瞪着眼睛 忍着饥饿 虽然这是一群能够经得起任何考验的战士吧 但是出于爱兵的目的 康福云下达了 让大家分批地去撤离或者换岗的命令 还隐藏身份 又住进附近的酒店 抓紧时间吃点东西 发紧时间休整一下 少阳市官局刑警支队 是一支高素质的战斗队伍 精英级的战斗群体 虽然由于案件久针未拓吧 导致整个侦查员之间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和看法 但是 大家都在坚持之中 又是一个慢慢的白天过去了 晚上八十四十分的 交票一行三人 乘车来到了契利平 这里是一个成交结合部 易于逃窜的地方 康福云要求啊 关门打鼓的计划 务必要严谨 而且必须相机行事 否则犯罪行人 极有可能会逃脱的 就这样呢 命令在行进中下达 以待行动中得到了执行 这时的 待饭店门口 交标 他最后从车里出来 东张西望 非常警觉 他的两个同行人 进了饭店之后的 他竟然是心有疑虑 知足不浅 而这时的 刑警已经布置好了 里边有一组正带洋装打牌 负责外围抓捕的一名侦查员 则在擒车瓶里的溜达 使在一声令下 刑警们就会腾越而起 扑向交标 在这时 停外有一组埋伏接音 公路上还俘有一组短后 就一切都是静悄悄的 要带整个饭店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异常情况的 但是 像恶狼一样 习惯于逃窜的交标 他却似乎嗅到了 空气中不同寻常的气味 他前脚刚刚伸进了饭店的门 但后脚却又赶紧地退了回来 并且四处张望 准备退出去 而也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的 个得不高 但骁勇顽强地 负责外围抓捕的侦查员 一纵地便扑了过去 拦腰印抱住了交标的双手 不给他任何伸手挣扎的机会 而交标在惊吓之余 双肘一身猛处 想挣扎开来 但是 没有机会了 侦查员就这样死死地勒住不放 这时的 正在警觉观察的另外一名侦查员 一箭便猛地突了上去 这下 两个民警一起 便把交标率翻奈地 而其他隔得远一点的民警 也都是续练游苏的 一个个得拥了上来 害怕仍然富裕顽抗的 交标生生地就抬上了汽车 而这一切 仅仅不到一分钟 就完成了 待饭店里边吃饭的时刻 竟然一个也没有被惊动 那接下来 自然是立即图审了 交标与刑警 展开了兜圈的游戏 但是邪恶 他终究是斗不过正义的 他交代与他一起回来的 还有一个叫柳根强的 外号叫牛脑壳 留着落腮胡子 哈这特征对仗了 就是他的同伙 但交标都被抓住了 这柳根强 他自然不在话下呀 接着 专案侦察员 叙俗地又展开了 第二轮的抓捕 很快地 待网吧 便将柳根强 抓获归案 接下来的询问 待连续突审 层层推进中进行着 这时的交标 和柳根强的罪恶嘴脸 就像是败落的恶之花 一半半地剥斧着 哈哈 两名犯罪行人 连续交代了 918绑架杀人案 1021-1214-222 入室抢劫杀人案 共4起杀人案 以及数十起盗窃 抢劫伤害案 并且嚣张地声称 这次如果不被抓的话 那在邵阳 还会有第五起杀人案发生吗 不过至此的 1021系列入室抢劫杀人案 全面告破 当天 湖南省公安厅 向专案组发来贺颠 第二天 邵阳市委 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 向社会各界 通报了震惊全省的 系列抢劫杀人案的 顺利告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